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在疫情和政变双重压力下的缅甸 现在的情况又是如何 在一个到处都有需要的年代 基督徒到底该如何回应呢 我们来听听广福牧师怎么说 广福牧师你好 在平安 董牧师平安 我是广福 所以广福牧师 你可不可以很简单的先跟我们 大家介绍一下你是谁 所以好让我们有一个 立体的画面来认识你 OK 我是台湾人 之前在神学院毕业之后 上帝有呼召感动我到缅甸去做服事的工作 那我跟我的太太 以及两个小孩 已经在缅甸有侍奉快四年的时间 去年 应该说前年 2020年的时候 因为疫情的关系 暂时回到台湾来 但没有想到在2021年 疫情稍缓 准备要回去缅甸的时候 又遇到了缅甸的政变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仍然都在台湾滞留 但其实另外一方面 在后疫情时代在思考 我们怎么样 在台湾能够继续地做服事缅甸人的工作 那这是我目前的情况 所以牧师是在读神学院的时候 就对缅甸人家有负担 还是你就是怎么样一步一步 走上这矿化宣教的旅程的 其实我念神学院有七年的时间 倒不是因为留机 是因为我大学部的时候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 就在神学院的大学部就读 那个时候主秀是社会工作 毕业之后 我就继续接着念研究所 道学硕士 那所以在这个长达六个暑假 寒暑假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学校有很多的福音队 海外短宣队的参与机会 那我跟我的 那个时候还不是我太太 这是我的女朋友 其实我们都是属于有队必报 有国外服务必去的一个学生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跟着老师上山下海 然后去过不同的东南亚国家服事 那我觉得在这个当中 上帝也慢慢的在预备我跟我的太太 只是那时候我都没有很确定在神学NBA之后要走海外宣教这条道路 那是什么契机让我最终下了决定呢 是我有一个祷告是说我求神让我很清楚明白说我是要在台湾 慕会 还是要在海外做宣教的工作 那这个祷告一直都 在我的祷告当中一直都很久的时间 可是我觉得上帝都没有给我一个很清楚的回答 一直到有一年我去了印度一趟 那那一年去印度其实是海外志工的形式 就是国际志工的形式去参与在德雷莎修女的吹死之家服事 OK 那吹死之家是一个专门收留印度最低阶层 甚至是说路岛在路边的死人 不是死人就是快要死掉的人 然后甚至病种的人 他们到吹死之家能够接受修女或者是国际志工们的服事 那这个过程当中 我其实是因为看了德雷莎修女的书我觉得很感动 我一直很想要透过这趟旅程来更深的认识我自己 然后也确定我是不是有这个适合海外宣教的恩赐 所以去了之后我发现这些服事都相当的伟大相当的困难 那我自己也很深刻的反省我自己很多不足的地方 我觉得特别是在神学里面 或者是说在台湾里面吧 我觉得在教会或者在台湾的环境之下 很难去接触到像这么样痛苦 然后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一群人 同时你必须去面对他们的胜利识别 那我觉得那样的服事虽然短暂 但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是当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或神学生或者是牧者 我们在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 那我们在操练一个所谓爱人如己的大诫命的时候 那么这一群最需要最被照顾的社会底层的人 你怎么样用实际的行动来爱他们 服侍他们 所以在那一趟印度之旅之后 我回到台湾来 我彻底的放弃要做海外宣教这个工作的可能性 OK所以不是去了一趟之后更坚定 而是彻底的放弃 是完全的就是 反而认为自己不够这个资格 OK 那我回来之后 等于是重新认识我自己 我觉得也看到海外宣教的这些难处这样子 如果那时候很奇妙 反而是那个时候 我觉得上帝才开始对我说话 OK 就是正是在那个被破碎 认识到自己不足以及软弱的时刻 上帝才呼召我 才确定说 这个人是他要给上帝使用的人 那那个时候 我们神学院有一位老师叫做林宏信老师 是 他非常喜欢从事宣教的工作 那他自己本身也是系统神学的教授 那他也很关心学生们的情况 所以他就有一天就打电话给我 就问我们说 你们有没有想过在毕业之后 不是在台湾服事 而是去到不同的国家 海外东南亚的地方服事 我说 我觉得我可能不太够资格 那他说也许这是一个 你重新认识自己 操练自己的开始 跟机会 所以我觉得有match到我这么久以来的祷告 然后上帝透过 老师对我 对我提出这个邀请 所以我有答应老师 但是我心中好奇的是说 东南有这么多国家 我要去哪里 那那个时候 有一个很巧合的机会是 林老师他去到缅甸 所以他了解了缅甸的一个大概的情况之后 他认为我们应该对缅甸有一个负担 所以他就回到台湾来 召集了几个弟兄姐妹 陈学生老师 能够到当地去做探勘 那我是其中一个人 被大家邀请的一个人 在这个当中也包含了我的 当时候的女朋友 所以我们就 组成了一个小队去探勘 在缅甸 我们从缅甸最大的城市 到度假圣地 然后到最北边偏远的小村庄 我们都看过 那结束之后 我的老师就问我 有没有打算 从事 至少两年为期的一种短宣的组织 那因为我们现在知道 其实还会宣教 所谓的长期还会宣教 其实不是那种 你一认识一个国家 你就做长期的投入 可能短宣会是一个 比较实际的开始 所以他先邀请我在一个协会 能够做两年的短宣预备 慢慢认识这个国家 慢慢认识福祉之后 再向上帝祷告 决定是否再长期在那个地方 所以听起来就是 其实这个过程蛮特别的 很多时候我们对于一个未知的服事 有的时候充满一些浪漫的想象 可是上帝是在一次又一次的 短宣的过程当中 好像戳破了那个浪漫的想象 然后让你看到说 好像自己没有预备好 但是又是在我们觉得 自己没有资格的时候 上帝又透过林老师的邀请 开启了一个这样的机会 那当你们有开始愿意尝试 到真的走出去 因为常常会听到很多的故事 就是年轻人对宣教有负担 特别对海外宣教有负担 到一些比较偏远的 甚至或者是开发经济程度 比较落后的国家的时候 其实很多的阻力 当然有些是很现实的 像是家人的阻力反对 或者是这个家庭 有的时候可能自己单身的时候 要去都很乐意前往 可是结婚有小孩 考虑的越来越多 好像我们会有很多的顾虑 或者还有一些人 可能背了学生贷款 或者是背了很多贷款 以至于他想去 可是他好像有个责任 需要先还完贷款再出发 你自己在踏上海外宣教的过程当中 有遇到类似的阻力吗 那你是怎么慢慢 一步一步走过去的 当时候第一个阻力 就是我跟我的太太 论及婚嫁的时候 我们都必须面对一个 呼召的问题 就是到底上帝有没有呼召 我们去同一个合场 侍奉 那虽然是在缅甸 但是我刚刚讲过有城市 有度假圣地 有偏远山区的小村庄 所以当我们去完这一趟 探勘之后 我很认真的邀请 我的太太一起来祷告说 我说如果今天上帝呼召我们 感动我们去的这个地方 是一致的话 那我们就结婚 那如果是不一致的话 那我想我们就不要结婚 因为这个 这个侍奉为最优先 然后就是我们要认真的祷告 所以我们就各自分开祷告 那感谢主 我觉得第一个难关有过 所以那时候我们都 回应这个呼召是去最偏远的山区 最需要的地方 那我想那个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 或者是说我们都刚刚说 像董牧师刚刚说的 单身可能容易 可是当你有家庭之后 伴随着就是你的孩子的问题 所以那时候我跟我的太太 虽然确定这个合场 那也愿意前往侍奉 但上帝的祝福 上帝的赐福很奇妙的是 在出发前让我们就有了小孩 我们的长子这样 所以当时候我们是惊慌失措 因为我们其实是 说坦白话我们是不打算生孩子 到当时候确定要去这样的地方的时候 就觉得说能够全心侍奉 不要生小孩 那我觉得上帝的产业很快的连到我们 我们也就随遇而安 所以我们就坦白讲我那时候没有很多的害怕 我比较多的是 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去经历上帝的带领跟恩典 可能因为没有做过爸爸 所以就比较 比较傻傻的笨笨的这样就觉得说 反正就信靠上帝 那凡事都是依靠者 那既然上帝给我们的产业 所以我相信上帝必会照顾 所以没有想很多 当然我们的亲朋好友包括我们的一些 很重要的长辈家人 其实是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是反对我们去 那他们都认为说你要照顾孩子 孩子这么大 在那个地方医疗跟教育相对缺乏的情况之下 你必须对你的孩子负起责任 但那时候其实 我真的觉得有从上帝而来的平安 所以我有 我有说这样好了 我们 打个折扣 我先过去半年 去为他们预备地方 那让我的孩子在台湾 也接受一些比较完整的 疫苗注射 也经过医师的评估 所以不要说只有祷告 但是没有科学 所以 经过医生的评估之后 他们认为最低的限度就是八个月 那打完一些相关的预防针 以及做过一些健康检查之后 他同意我们在八个月大的时候 把孩子带过去 所以 生完小孩之后 大概有半年的时间 我是自己在缅甸服侍 那么等孩子八个月大的时候 带他过去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很多时候的确我们对 也很多年轻人也问过 我这个问题说 那如果我结婚之后怎么办 那如果我有小孩之后怎么办 那这些海外全球的工作 能不能继续 我只能说以我自己有限的经验来说 如果我们要考虑到 很多很多很多都预备完全的 才去做的话 那基本上我们也都出不了门 而且我个人比较偏激的认为是 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最精华 最宝贵的人生时间奉献在最需要的地方 如果人真只有一次 如果你的30岁到60岁 这30年你只有一次的话 我个人认为就是 我们可以把这段最美好的30年 奉献在你的护照之地 对我来说 缅甸就是我的护照之地 所以我不能说这个决定是很鲁莽 或者是很不经思考的 我必须说这是一个 从上帝来很确确的护照跟感动 也只有护照才有可能帮助你往前走 也只有护照才有可能帮助你克服困难 然后让你有信心的眼光看见 甚至有一个真实的尽力去依靠 这一路上上帝为你预备的恩典 我听到一个很感动的地方 就是上帝真的在当中介入 那问题不是我们什么时候去 或者是到底该预备多久才去 而是我们是不是很愿意 很诚实地去面对上帝对我们的护照 因为对一些人来讲 或许上帝的带领 不一定是二三十岁的时候 但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都很诚实地面对上帝 这个时候对我们的护照 那其实困难永远都有 对不对 二十岁有二十岁的困难 装备不够 三十岁有三十岁的困难 刚成家有小孩 四十岁有四十岁的困难 在一个地方你正要准备冲事业了 你要放下这一切吗 五十岁也有五十岁的困难 好像其实没有一个是最好的时间点 但是我们是不是愿意承认 很诚实地面对上帝 在此时此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护照 然后勇敢的平静静往前跨 跨出去 那广福牧师自从你们家出去之后 后来你们在缅甸 是哪一年去到缅甸的 然后待到你说19年的时候 因为疫情短暂回来 后来又因为整个政变卡住了 所以你们在19年之前 你们在缅甸待了多久 也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缅甸的状况 2010年开始短暂 然后到2012年 2012年的8月我们就前往缅甸 一直待到2020年的3月 2020年的3月因为疫情的关系 回来台湾这样子 那我觉得缅甸是一个 非常有人情味的国家 它虽然城乡差距很大 贫富也相当悬殊 可是我觉得缅甸是一个 非常非常有人情味的国家 而且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很近 然后举个例子 就是在台湾 尤其在都市 大概我们不太可能 没有预约的情况之下 去做拜访朋友的动作 现在就是连吃饭 礼法 做什么事情 你都要预约制 然后大概你要去拜访朋友 也是这样 约好时间地点 但是在缅甸 几乎没有人这样做 在我们那个地方 不管城市或者是 或者是乡村 就是你知道有空有时间 你就是可以去串门子 去打扰你的朋友 那我发现也都没有朋友 觉得被打扰了 不管他在睡午觉 还是他在吃饭或洗澡 他们都会非常乐于 就接待你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 你可以不用打电话去 你就可以 你想到想去就去 但是你也必须 有一个扑控的可能性 可能他刚好不在家 可能在田里面工作等等 所以 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是你跟他约好了 跟他说 我明天下午去拜访你 他说OK 没问题 欢迎你来 明天下午我会在 但他 你去的时候 他不在 那原因是 因为他说 今天没有 今天天气非常的好 所以我必须去 补鱼 所以我 我没有办法 在天气很好的时候 待在家里面 等你来 这是他们的文化 给思考 因为你们去的是 比较偏僻的地方 那我很好奇 就是说 缅甸的城市 大概也是这样的文化 还是又不太一样 我觉得看族群 因为缅甸的族群 有多达140多个族群 那人口有 5700多万 不过我认识的几个比较大众的族群 以免族来说的话 在城市乡村都差不多 就是比较没有这种所谓的预约制的习惯 那 OK 浩克的情况也非常的明显 但尤其是对外国人 可能是因为我觉得我个人感受问题吧 就是他们对外国人都蛮友善 都蛮友善 那其他的族群呢 就是你接触到的其他的族群 我觉得缅族跟其他少数族群 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 缅族因为信奉佛教的关系 所以他们会对人有一个 好像你做好事会得好报的概念 OK 所以他们会 我觉得是动机不同 可是基本上 但人处置都相近 那他们会觉得说 我今天因为对你很好 帮助过你 或者是对你有慈善的行为的话 那我自己本身 也能够得到慈善的回报 那这是一种不同的概念 那其他少数民族 如果是信耶稣的人 比方说亲族或科亲族 他们如果是 本来就有基督教信仰的人 他们会 他们的动机会比较像是 接纳你就像接纳 我们当中最微小的一位弟兄 OK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深刻的感受 不管他的动机是来自于哪个宗教信仰的背后 可是我觉得 一个宣教师去到不同的国家 往往就是那个要承认自己是最微小的弟兄 因为你连话都不会说 当你在学习他们的语言 他们的文化 甚至你连你的家 你要住哪里 你要去哪里吃饭 可能你都是那个最微小的弟兄 那可是你从一个训练有数神学院毕业的 的目者的身份跟形态 忽然间变成一个需要人人帮助的小婴儿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是上帝再次破碎我们 并且让我们学习 什么叫做道成肉身 什么叫做耶稣基督 诞生在马朝里那种前辈的概念 也就是说好像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地方 很多时候也不是我们马上可以做什么 而是先学习被接待 那在被接待的当中 重新的去认识自己 也重新的去认识我们被呼召去爱 去分享福音的这一群人 那牧师我想很多人也都会很好奇 就是一般讲到宣教师 我们想到的常常蛮两极的 一种就是像一两百年前 这个西方宣教师飘洋过海 来到亚洲来到去到非洲 过的生活是很很很 跟他们原来的国家是很不一样的生活 那另外一个极端可能就是说 他们去到的是也是高度开发的地区 过了一样的生活 只是文化不同语言不同而已 牧师可不可以描述一下 就是当你们刚从台湾搬到缅甸的时候 作为一个宣教师 你们的生活长什么样子 以及你有什么体会吗 我们前后在城市跟乡村都都住过 我自己是很很享受在乡村的环境 那原因是因为我刚开始去的那个乡村 很像五六十年前的台湾 它是一个靠水力发电的地方 那时候还没有政府的供电跟自来水 所以我们如果有下雨的话 就会有足够的蓄水量 那么足够的蓄水量 你就可以为村子里面提供发电的服务 那自来水的情况后来有开始接 可是相当不稳定 因为可能是因为山上的关系 所以管路常常被破坏 所以我们的村庄是一个大多数人家 还是使用井水的地方 OK 所以你可以想象那是一个 如果没有下雨就没有电 那依靠井水 没有依靠自来水的地方 所以我记得有一点印象很深刻 是我们整个村庄停电两个多月 那停电两个多月的情况之下 那就蛮麻烦的 因为包括你的冰箱 包括你所有的手机 电信设备 电脑等等都会出现问题 那我们家算是蛮奢侈的 我们大概是为五 我们整个村庄里面 4000多人里面 我们是可能是少数拥有冰箱的奢侈家庭 OK 所以我们就为了这个冰箱的事情 常常在发愁 就是说如果冰箱没有电的话 那到底要冰箱做什么 对 那当然包括通讯的问题等等 所以我们就后来花钱买了一台发电机 所以这个大概是 那个时候的一个情况 我们甚至连冬天洗澡的时候 我们都是用烧柴火的 就是你的烧柴火 然后烧热水 让孩子洗澡 那冬天非常冷 大概都一次有六七度左右 OK 所以甚至有时候没有烧柴火 没有电的情况之下 我们是把家里面最大的脸盆 装满水 然后拿出来晒太阳 晒到这个水已经有一点点的温度之后 趁着中午正十二点的时候 太阳最大的时候 赶快在有太阳的地方洗澡这样子 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出席在乡村的一个生活简介 是 然后来到城市去之后 其实就比较稳定 就比较类似像 类似像台湾的生活这样 其实仰光啊 或者是曼德勒这些地方都相当发达的城市 是 我想过去两年大概缅甸 很多人也开始关注 不但是因为疫情 也是因为政治局势的变化 那包括台湾 香港的东南亚北美 很多的华人教会 过去可能对缅甸 就是知道听过 然后但是不会特别的关注 但现在有很多的祷告会在为缅甸祷告 也可以请牧师从你的角度 跟我们分享一下 缅甸过去这两年 不论是疫情还是政变 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 以及缅甸的基督徒 他们在当中又是如何的来面对这一切 我想在这个疫情跟政变的夹击之下 那缅甸现在的确是一个 我们说雪上加霜的情况 因为其实早前在疫情的时候 教会就已经被迫停止聚会 那个不只是教会 就是人不可以公众聚集的情况 那后来好不容易等到疫情稍微趋缓的时候 没想到政变发生 所以在军政府的指导之下 整个国家限制集会游行 或者是教会聚会的情况相对性的更严重 所以在整个以信仰的角度来说 其实是不利于我们整个教会的发展 必须这样说 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很多的弟兄姐妹 因为他们不像台湾现在的情况是 疫情期间我们可以用线上聚会 线上礼拜 我们可以有很多线上的服务 查经班等等 可是事实上在缅甸的网络 并不是在乡村都那么样的发达 城市可能OK 但是在乡村的情况 并不是人手都有手机 那甚至我刚刚讲 有些村庄到现在的宫殿情况 还不是那么稳定 网络更不用说 所以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有办法 使用网络做线上的聚会 那么信徒一旦没有办法 稳定的聚会的时候 就很容易流失 所以信仰就不容易坚固 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是因为随着政变的影响 所以其实很多教会都 没有办法再有这个公众的集会 那特别是我们知道目前 对于军政府最大众的反抗军 里面有不少基督徒参加 所以这一群少数的 少数民族的武装部队里面 有很多都是基督徒 那他们有可能是客亲族 有可能是亲族的人 那他们的参加 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 也让缅族的军政府 其实对于这些少数民族 或者不同宗教的人 因为我们知道缅族是佛教 那已经夹杂了族群的不同 再加上宗教的不同 所以是双重的对立情况之下 无形当中其实也限制了很多 当地教会的发展 那我觉得在所谓的这种雪上加霜 后疫情跟真面的甲体时代当中 的确缅甸受到很多的关注 但也随着时间的拉长 其实在下个月就即将要满一周年 在二月份的时候就会满一周年 随着时间的拉长 然后军政府的人处理 其实很多人从一开始 非常热心的关心缅甸到现在 我要说的是关心的人越来越少 可是缅甸的情况有没有更好 其实是没有 所以我希望也透过我们这个podcast 能够再次欢迎我们大家 对缅甸的祷告 因为我相信不管今天在缅甸 或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们 我们都相信是因为耶稣基督 我们联手元首耶稣基督 我们能够在一个教会当中 听见彼此的消息 为彼此代祷 那么我也特别为缅甸的代祷 是我们求神的公益和平 在当地彰显 当然也很多人问我说 那你对于当地的教会的一些情况 你有没有一些观察或分享建议 其实我觉得 持平来看 每一个教会都有不同的做法 有些教会 我觉得我很感动的部分 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是 他们虽然没有办法做 所谓超过30人以上大型的聚会 可是当地的牧者 却愿意挨家挨户的去做 讲道侍奉查经的服饰 可能过去你讲一场道 可以一次对50个人讲 那现在一个家庭可能是5个 5个人他需要跑10个家庭 可是同一天讲道边 他就开始挨家挨户去跑 所以我觉得这时候让我非常感动 虽然服饰量是增加了10倍 甚至15倍 但是我觉得那个在苦难当中 牧者与信徒们同在的精神 是我们值得去效法和学习的 特别是你说没有线上 没有网络的那些小商村 这些牧者真的是 我真的是要牺牲奉献 他们的生命 在做这些服饰 这是我觉得很感动的 那当然也有一些教会是 他们是觉得说我们应该要 比较积极的在参与各方面的活动 甚至是为整个教会 政治的情况来做祷告 也鼓励信徒做一些不同的反应 那我觉得这些都是不同形态的展现 不同形态的展现 可是我自己很鼓励他们的是 我们要在每一个苦难时期当中 更深刻的去体察上帝的心意 更深刻的从最基本的当中来做起 特别是说我们刚刚提到了 像这种兼顾信徒的讲道 侍奉 那也包括了 在对于弱势族群 贫困家庭 甚至是这一些罹难者 这个COVID-19的确诊者的服事等等 我觉得当地的教会都很像 初代教会的使徒一样 在那个极苦难的环境当中 他们持守着对圣定的教训 对上帝话语的渴慕之后 他们的信心跟行为是 一起活出来 在当地见证耶稣基督的荣美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美的生命故事 是因为在这个苦难的时期当中 越能够一发见证耶稣基督 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力量 我想那个是远远胜过于 在所谓的和平时期 或者是所谓的很顺利成功的时期 那去做一些所谓的成功的 成功类型的见证 但往往他们就是在这种 还没有看见曙光的黑暗当中 却有信心跟盼望 相信持守 灵明会到来的那一天 我想在这个时期的缅甸 每一个教会或基督徒 他们的生命都是值得我们 去学习跟效果 所以牧师我也很好奇 就是说你刚才提到 即便在大环境 那么困难的情况下 缅甸的教会 但是还是可能在大都会 世界很多地方 我们都可以透过网路 甚至说现在透过网路 五远福建 我们都可以有很多的 这个施工的新的机会 但即便在没有网路的地方 其实你看到的是 其实这种 这种一对一的探访 一个一个家庭的探访 反而让这个牧养的关系 更深化 所以也就是说 科技的确带给我们 一种便利性 让我们可以快速的 跟许多人连接 但是在没有科技的地方 其实也不会拦阻 这个牧养跟福音 那我很好奇就是 那牧师在观察过去 这两年缅甸的教会 你觉得 现在你过去两年 你又生活在台湾 你觉得像在一些 比较相对安稳 区域的基督徒 我们可以从 缅甸的弟兄姐妹身上 关于怎么样 跟随耶稣做主门徒 你觉得他们给我们 什么样的 一些提醒跟帮助 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想 我们怎么可以帮助他们 可是反过来 就是你在他们身上 看到什么东西 是其实上帝 透过他们也在提醒我们 也在帮助我们的 我想这是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时期 对缅甸来说 那特别是 教会的信徒 所谓的我们说 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 这一群人 他们怎么样在面对 这样一个苦难时期当中 真切地活出那个 充满耶稣基督力量的生命 我想那是一个 最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信仰见证 我想很多时候 像我刚刚讲的 如果我们都是在一个 所谓的和平时期 那做一些所谓的 成功见证的时候 其实是相对容易 但是往往人在苦难当中 能够活出坚韧的生命 人们会好奇到底 为什么你面对这些苦难 你还是有这样的力量 你怎么还会有这样的盼望 在很多人失去生命 感觉到痛苦悲伤 对未来失去盼望的时候 为什么基督徒活出一个 不一样的生命 那我想这是在苦难当中 一个很多缅甸基督徒 所带给我的一个 很震撼性的力量 我分享一个小故事 这个是在一个国际的大差会 听来的 那那个故事很感动 原因是因为其中有一个 少数族群的弟兄姐妹 他们在逃难 原因是他们的村庄 已经受到了攻击 所以这群弟兄姐妹 就开始逃难 离开自己的家乡 到偏远的山区去 那过着有一餐 每一餐 餐风露宿的生活 所以这个国际差会 就发起了一系列 对他们关心救援的行动 于是就问他们说 请问你们现在 最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可以为你们预备 并且送到你们手上去 那么我们大概 一般人在想的就是 食物啊 水啊 这些遮雨布啊 那预寒的衣物等等 可是他们要的却是圣经 他们要的是他们母语的圣经 所以他们说 如果你们有办法帮我们 找到我们母语的圣经 请寄五百本过来给我们 那这是我们唯一的要求 所以我想 我想这样的这样的一个 在逃命在逃难的时刻里面 依然持着的对上帝话语的 着重坚持 对于自己信仰的一种 热忱跟忠心为生 我想这种生命的力量 在苦难时期当中 是更加的难能可贵 难能可贵 也值得我们学习的部分 牧师我其实听到这里 我心中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其实如果我们看 今天的很多世界发展的趋势 不论是气候变迁 我们即将面对的粮食危机 人口高龄化老化 甚至全球可能都在面对 宗教跟言论自由的 紧缩当中 也许未来的五年十年 世界各地不同地区都会 情况都会都会开始 面对到这些的冲击 也就是苦难逼迫 可能不只是单单在某一些 我们现在认为的区域发生 可能在很多的区域 会陆续发生 那当然一种说法就是说 等到苦难来了 我们自然就会学习 怎么面对了 那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已经 大概知道说未来五年十年 这个世界的发展 可能会有这些情况的时候 那你会觉得说像在一些 相对安稳地区的教会 该如何的来预备 教会耶稣基督的门徒 来面对即将来的这些挑战呢 我想现在很多海外宣教的工作 其实都是全球化的时代 很多不同的面向 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去参与 不论你的国家是处在安稳的情况 或者是处在相对动荡的情况当中 其实在每一个场域都需要有更多的专业人士的投入 那我想以台湾为例好了 因为我觉得很多弟兄姐妹也在我们的分享当中 提到说那我们到底能够为海外宣教做些什么 特别是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是去到前进做宣教士的人 那我会在我自己的教会做事奉 不论是长老牧者或执事 那到底我们可以参与海外宣教一些什么 其实我觉得光是在主日讲台上面 能够听见或分享海外宣教 普世的情况这件事情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我们说开窗的动作了 所以如果我们在主日讲台上面 很少提到这些宣教士的故事 或者是不同国家的观点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就会活在自己的安稳世界当中 不会演 就是你现在你打开你的手机来看看你手机的频道 或者是电视的频道 什么样的新闻比较多 其实就无形当中也限制了我们的眼界 那我觉得媒体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眼目 耳目 所以如果我们常常没有在信仰的频道当中 如果我们常常没有在我们的主日讲台里面分享 看见这些人的故事 他们正在做的时奉是什么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很难从知道了解到 如何为他们带到 如果今天如果我们在讲台上面 多有这样的机会分享的时候 我相信上帝会兴起一些弟兄姐妹 举起圣洁的手来为这些国家 为这些普世当中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来祷告 那只要有祷告之后就会有奉献 原因是因为当你上帝感动你 为这些弟兄姐妹自为小的人 在苦难中的人为他们奉献的时候 我想你的心也会在哪里 那么在这种正向的循环之下 你为他们祷告的心也会更迫切 你为他们的奉献 你会很清楚的知道说 我是为什么把钱奉献在这些人身上 然后他们做了些什么用途 以至于我们落实在这一些的弟兄姐妹们身上 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要极力的枯欲 真的就是宣教的人才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我们希望不只是神学院来发动 就地方教会的牧者 我们的弟兄姐妹们 如果有这样的机会 真的是要鼓励我们的 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投身在海外的宣教里面 原因是因为这样的人这是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可是海外的核场是非常非常的大 就是没有新耶稣的人 为其知名为得知名的人数是相当相当相当的多 可是当我们在每次招募人才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有一个所谓的动员计划 就换句话说我们回到台湾来 过去可能长年期在国外 可是当我们回到台湾之后 我们都跟弟兄姐妹们分享说 这些感动的故事 同时在最后我们也有一个实践的出口 就是我会挑战弟兄姐妹们说 当你听完我的故事之后 也许你不会是那个宣教师 可是我没有可能请你认真的考虑一件事情 就是你会愿意可能每一年一次或两年一次 参加海外的短圈队去到不同的地方 那我觉得这是一种实践的开始 也就是你离开舒适圈 短暂的做一个体验之后 去了解人家的生活 去了解人家的文化语言 甚至世界观的时候 你开始会发现上帝也慢慢的打开你的某一扇窗户 我觉得只有你走出去体验 在这个时代当中 这也是唯一网络做不到的事情 就是只有你走出去体验之后 你才有可能认真的思考下一步的可能性 同时你会知道说 我真的去过了 我也不知道 我也我也知道我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生活 所以我可以在第二线做后勤的工作 为弟兄姐妹动员 为弟兄姐妹做祷告 做奉献的工作 可是也许你去了之后 你有会发现上帝给你供我的恩典 也许那就是一个你 人生规划不同的开始 所以我觉得 很多时候从牧者地方教会的信徒 然后到我们的弟兄姐妹 如果都有这样的机会 去上课或做短宣 或在讲台信息里面 分享这样的信息 甚至邀请一些宣教的机构来分享 让他们能够来募款的时候 我想他们都无情当中 帮我们开了一扇窗 同时也让我们真正彼此连接 成为弟兄姐妹这样子 所以我听到了其实三件事情 就是虽然即便在某些地区 我们没有办法立刻感受到 我们在面对这样的逼迫跟挑战 但是第一个 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去看 我们不是只是在看着我们身旁 或者是看Netflix 最新的剧是什么 Disney Plus 现在又有Apple Plus 不是只去追接一剧 而是去看上帝在世界各地的作为 去听在不同地方宣教士 他们的故事 以及他们所服侍的人们的故事 第二个就是 牧者还可以在积极的做一件事情 就在讲台上开始在谈这些事情 或许牧者本身并不是宣教士 也没有真的当过宣教士 但是当我们要鼓励弟兄姐妹去看的时候 牧者也要去看 那牧者去看的时候 很自然的我们也在讲台上分享 那第三个就是鼓励大家 有一个积极的行动 就是实践 当然在没有疫情的时候 我们可以鼓励大家 海外有些机会的时候 就出去看看 但是即便在有疫情的时候 其实今天我们说我们是个全球人口流动的时代 我们真的要去进到一个不同族群当中的时候 其实我想在每一个国家都有这样的机会 国家内都有自己的这样的机会 不论是在这个北美 包括北美 欧洲的华人教会 其实欧洲大量这几年也接受了许许多多的政治难民 进到他们当中 其实都有很多这样的机会 那东亚东南亚也更不用说 那从一个实践开始 那讲到这里 其实我也很想问的就是说 那么今天在疫情的时代 当大家都走不了了 当然我们就一方面说 人走不了 我们可以透过网路做很多的事情 可是牧师作为一个宣教士 当你在看这个普世宣教的时候 特别是走出去到海外宣教的时候 你觉得在疫情 大家相对难以移动的时代 华人教会在宣教的路上 我们还可以怎么往前走呢 以及你在 你现在回到你出生长大的台湾 你被邀请到很多的教会 开始分享宣教的时候 上次我们聊天 你也提到说 其实很多时候 华人教会的信徒 我们也对宣教有很多的迷思 这些迷思可能在我们的想象里 可是可能不见得是符合事实的 那你也可以跟我们谈一谈 我们很多时候对宣教报纸 什么样的迷思 以至于我们果足不前 无法去跨越 称如刚刚董牧师所提到的 这个全球人口大量移动的年代当中 特别是因为疫情的限制 我们无法出国 所以有很多的宣教机构 举办了很多研讨会 在当中我听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就是怎么样在台湾做跨文化的服饰工作 也就是做宣教的工作 那么我们知道 其实台湾有很多的新住民 以前我们称他们为外籍配偶 或者是说外籍劳工 那现在我们都不这么称呼他们 我们都称他们是 他们的国家可能是印尼姐姐 或者是我们的泰国朋友们 所以在这一些大量的不同国家 东南亚的国家 来到台湾的时候 他们的文化语言 其实都跟我们不相同 那我们有一些教委 已经很早就在规划 做相对应的事工的时候 我发现有一些 可以说迷失也好 也可以说是一些瓶颈也好 是没有办法突破的 举个例子 有几个教会 他们专门在服饰印尼姐姐的 那我们都知道印尼姐姐 大部分都是看护的朋友 就是他们会负责照顾的工作 那很多时候 他们只会很简单的中文 那这些教会开始在做 服饰他们的工作的时候 一开始他们都非常的友善 接纳 可是总是到一个瓶颈 或者是到一个 一个长期性的接触的时候 我们都无法再往下走一步 就是无法觉知 无法去认识或受洗 接受这个信仰这样子 那我觉得 其实 光是走前面这条路 就很不容易了 要再往下走的时候 其实真的鼓励 我们在台湾 做这些不同族群 跨文化工作的服饰的 牧者或弟兄姐妹们 我们真的也要受 跨文化的训练 否则的话 我们永远都法进入他们的世界 我们都是用中文 或者是英文 就是他们的第二语言 他们的第二或第三语言 来跟他们分享服饰 其实他们都是一知半解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是 你不用他们的语言 你没有办法认同他们 你没有用他们的语言 你就无法进入他们的文化 所以我记得有个宣教师跟我讲说 为什么我们现在在台湾做 跨文化 家门口福音好了 我们说家门口福音 跨文化服饰这样的区块 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很大的果效 是因为我们都用台湾的模式跟思维 在对他们做宣教 所以我们要想 如果这些印尼的姐姐 有一天回到印尼去之后 他们还是回到自己的社群里面 有家人工作朋友 他们怎么看待他的新身份 说你今天去台湾变成基督徒回来了 你还可以在我们国家生活居住工作吗 特别在穆斯林文化这么强势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 我们需要多方去考量 甚至受训的一种状态 所以如果假设我们不能够 离开自己的国家 去到不同的地方去服事的时候 我们可能可以想 如果我们在台湾 我们真的对这群弟兄姐妹 有负担的时候 我们要想 我们怎么样接受适当的训练 然后就可以在台湾做 所谓的家门口福音 那么跨文化宣教 在我们自己的教会里面来做 是 这些广福牧师 我想不只是在台湾 香港其实也是有许多的 不同族群移民 在香港当中 那拆连 我印象香港的拆连 在去年其实也做了 类似这样的统计 就是住在香港的 许多外地来的人 他们的人口分配在什么地方 那过去这几年其实在美国 加拿大也有许多的 中东来的 这个接待中东来的难民 那其实这些人被安置在的区域 很多时候就在华人社群 开车一两个小时之内的距离 那如果教会 能够开始去 跨出我们的舒适窝 去探视 而且刚刚牧师讲了很好一点 就是说 走出去只是第一步 第二个是我们如何去学习 他们的文化 他们的语言 不然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只是带着一个 很高高在上 就是说我们我们来了 我们来看你们了 然后这是我们的方式 那这个要服侍他们 但是可能并没有 站在他们的角度设身处理去想 如果他们今天真的 第一个是他们听不听得懂 我们分享的信息 第二个是就算他们听懂了 他们接受了 但是他们有一天 回到他们的文化当中的时候 他们如何在他们的文化当中 继续的跟随耶稣 继续的持守着信仰 那我想这都是当教会继续往前走的时候 我们需要一步一步学习 一步一步调整的 好 那我想最后 广佛牧师 你有没有什么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很谢谢董牧师的邀请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的机会 因为我们说全世界华人 华人全世界 就是在每个地方 包含缅甸也有很多的华人 我想华人一直都是 在这个宣教的世代当中 最主要的主力 已经跟以前的宣教年代不太一样 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宣教机构 在做所谓的兴起华人的工作 就是把这个华人宣教的运动或浪潮 能够真正的推广到每一个华人的角落去 也盼望华人能够承接起这个宣教的责任跟使命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因为太过于专注在自己华人的群体 而忽略掉上帝赋予我们的责任跟使命 当然我相信对华人宣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毕竟华人人口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信主比例也非常非常的低 可是我相信在华人现在的情况是 如果我们是身处在一个能够自立自传 自立自强自养的情况之下 我想上帝会兴起很多 这些教会给予他们祝福 并且同时给他们足够的能力 把我们的爱心 把我们的恩赐 好像真的是连结于元首耶稣基督一样 去看顾我们所有不同自己的弟兄姐妹 那我觉得这些东西 这些使命跟服侍负担 也不是只有在自己的族群里面而已 否则圣经里面大概也不会说 犹太人他们开始往外扩展到全世界 去做不同的福音工作 我想这样的眼界 这样的使命 宣教的上帝 他一直都在我们当中 给我们呼召 给我们使命 也给我们相对应的资源 能力跟恩赐 去完成他所交代的人物 所以我想在未来当中 真的是也祝福像 Podcast这样的节目 我们兴起更多的华人教会 一起来承接这样的宣教使命 谢谢 谢谢广福牧师 今天跟我们很丰富的分享 我想听完之后 希望我们不是只是 好像觉得又听了一个节目 然后又多了解一点缅甸的状况 而是听完这个节目之后 听完今天这一集之后 你可以在上帝面前很诚实的 问上帝 上帝你对我的呼召到底是什么 你是不是有把去到海外 去到不同文化族群当中 去宣教的呼召放在我里面 是不是我过去一直在忽略 那即便你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做的第二步就是 主动去寻找 我们身旁的宣教机构 宣教资源 不论是疫情开放之后 到海外真的去参与 一次短宣的经历 或者是在本地 我想现在在不同地区 可能很多宣教机构也都在办这种 本地的跨文化的体验 不论是一天两天三天 我想我们都可以跨出去走一步 然后在一边走一边去分辨 上帝你在对我们生命的带领是什么 谢谢广福牧师 谢谢 谢谢广福牧师的分享 自从人类有文明记录以来 故事常常就是人类在传承 智慧和历史记忆的主要方式 不论是几十年前Star Wars系列的电影 一直延伸到现在 或是近代Marvel漫威超级英雄系列的电影 都让我们看到讲好故事的力量 以及人们是如何被故事所吸引 下周我们邀请到在美国 牧养留学生多年的王兴南长老 来谈谈故事力这个主题 基督徒可以如何善用故事力来分享福音 基督徒在使用故事的时候 又如何不落入仅仅是一种行销的方法手段 不只讲出与这个世界主流故事有别的故事 也带着不同的动机来讲呢 我们下周见